- 特首選舉,很多人在說,群組傳得很厲害 - 沒錯 - 李家超傳去馬,范徐麗泰說希望下屆特首來自現屆政府 - 范徐麗泰說叛他參選 - 林鄭月娥有沒有做呢? - 市面傳就已經是林鄭月娥肯定沒得做了 - 我們一早已經說了這件事 - 這件事傳了很久 - 林鄭的表現很差,闖了很多大禍 - 這些我們在節目上都有說 - 有些人說我們盲撐林鄭 - 坦白說我們經常都在節目上說 - 市面一早已經有人傳了林鄭月娥肯定了 - 都沒有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 其實林鄭月娥已經傳了她是不能連任的了 - 其實是 - 那時候我們有節目有說的 - 人們好像沒有聽我們說 - 又說我們盲撐林鄭那些事情 - 其實很老實說 - 誰做特首對我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 嚴格來說真的一點影響都沒有 - 一樣而已 - 只要不是那些洗腳臨那些做 - 我們就不會有事 - 沒錯 - 即是那些奇妙怪 - 如果他們選得到的話 - 真是打擊了 - 理論上應該不會讓他們選到的 - 每一次找一些這些人出來 - 即是 - 我都不想說 - 其實這些奇妙怪 - 從來都沒有機會選得到 -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 即是你說會不會任命洗腳佬呢 - 中央到最後把關的時候 - 會不會任命洗腳佬呢 - 當然不會 - 對吧 - 這是很簡單的 - 如果一個人 - 連自己的公司 - 即是用發了債券 - 接著用股去還的 - 即是可以這麼困惑的 - 虛感 - 會不會任命呢 - 當然不會任命 - 不會啦 - 很老實講 - 現實就是這樣 - 衰格的人是很多 - 市面上衰格的人是很多 - 現在有一個 - 黃營的人出來說 - 李家超不是真命天子來的 - 很坦白說 - 李家超會不會去選呢 - 我不知道 - 現在市面上有人傳 - 說是真的 - 一定會去馬選的 - 如果是李家超選的話 - 希望林鄭月娥退休 -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 比較辛苦 - 這份工作真的 - 因為這樣的 - 麻煩在哪裡呢 - 如果林鄭又選 - 李家超又選 - 隨便一個就贏了 - 例如林鄭贏了 - 更嚴重的 - 我的看法就是 - 如果李家超贏也沒所謂 - 我自己操淺的看法就是 - 林鄭贏了 - 李家超在做的那份是誰做的 - 換人的了 - 李家超繼續做行不行 - 其實應該是不行的 - 理論上是不行的 - 所以如果是李家超去選 - 我寧願林鄭不會去選 - 因為其實問題就是這樣的 - 你寧願李家超可以做兩屆 -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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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事盡心盡力 - 而且你看到 - 他是跟那些利益集團 - 一點瓜葛都沒有 - 真是沒有 - 而李家超最麻煩的地方 - 香港有一群搞局的藍營狗蛋 - 我碰他 - 那群藍營狗蛋是怎樣操作的呢 - 我告訴大家 - 只要看上一次的選舉就會知道 - 上一次選舉 - 有一個叫鄧忽德的人 - 鄧忽德的人 - 他就很反對 - 薯片叔的 - 他就說要吃薯片 - 喝牛奶吃薯片 - 他那時候是這樣的 - 其實這些人 - 他們操作的狗蛋 - 又要搏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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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這些人太天真了 - 鄧忽德以前也做了一個群組 - 擁立林鄭月娥的 - 她有一個啦啦隊 - 很多人都不少的 - 她分享過那些相片出來的 - 他們覺得她有擁立之功 - 林鄭月娥一點好處都不給她 - 沒給她的 - 一點好處都不給她 - 她現在就反面了 - 其實就是 - 這些就叫做反轉豬肚就是屎 - 你明白嗎? - 他們那班人是這樣的 - 他們那些黃藍狗蛋都是狗狗的 - 我只能夠說 - 黃藍狗蛋是覺得 - 我們都跟你有些話聊 - 你也要聽一下我們說 - 黃藍狗蛋是怎麼搞的呢? - 黃藍狗蛋要回頭 - 黃藍狗蛋有很多 - 黃藍狗蛋有很多 誰做的都知道他們沒有運行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是不理會的 他們說要多找一個人出來選 其實黃友很多時候在這些事情上 看得通透一點 就是我的看法 為什麼看得通透一點呢? 因為這件事根本是不道理參與的 看得最不通透的人就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三十五家 三十五家那些其實是愚蠢的 明知道早就變成了現在進去監倉 是不是呢? 問題就是這個特首的位置 就不是你們那些黃友可以拿來做的 其實一早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 如果看得通透的話 你明知道特首的位置 就不會是黃友或者黃友屬意的人坐的 是一定不會的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 是什麼人坐呢? 通常當然是政府出身的人 現在有兩個是政府出身的人 做過特首 要不就是商界 其實商界就是董建華 也是國家隊 最好的做法是有一個人 就是有政府運作的認識 另外就是完全不給商界的 對於香港的一般人來說 其實最好就是這一類型的人 現在香港有些奇怪怪的出來 怎麼搞呢? 有一位姐姐 之前就寫大隻冤字有她的份 那個人 是他 哈魯華就跟他撤割了 是的 其實假裝撤割是沒有撤割的 其實這些都是那些人 那些人是做什麼呢? 那些人 現在他們已經出來說了 如果李家超出來選 我就不選 這樣就不行了 這個就是 我告訴大家 這些人其實是含李家超 以不宜 其實說真的 你們是不是現在想 你們覺得自己是 真的有機會會選到 那個抹擦儀 這個又是儀姐來的 很怪人 就是社運界儀姐 即是激進社運派 激進藍營狗蛋 這些是很可笑的 是荒謬到極點的 Ada3610就說 這位就是林泰 我講的其實就是廢話而已 什麼叫廢話呢? 就是廢虎之言 我經常都在那裡說廢話 哈哈哈哈 如果你看一下香港這個地方 真正帶來一些改變 其實就是林泰這一屆政府 有很多事情是特事特辦去做的 奧左一點 是一有機會就做的 特事特辦去做這一屆政府 做得很快 是做得很快 是特事特辦去做的 就是這樣說 我們這些人 誰做特首都無所謂 首先要講清楚 真的 不過你想想想對香港最好 其實就是 現在這屆政府就多做一屆 穩定一點 下一屆就李家超做 之後那屆李家超做兩屆 之後就鄧炳強 就是這樣看下去 看下去的可持續性有很多 因為現在其實是關鍵時刻的 就是那個特首一定要推到這個 不是推林 是推到他走得動 這個明日大遇 一定要上馬才行的 如果現在突然之間轉動的話 或者有些人推出來的人 如果那些人是上了位的話 其實做的那個人 他很難還那些人情 因為現在那些人是成了一輩子 你看得到 他們成了一輩子 全部都是講同一個故事 如果 因為這件事 推推推推推推了一個人出來 那 推了出來 就是說真的 如果整件事是假的 反而我覺得比較好 如果是真的話 推了出來之後 這些人情你還不還得到 每個人都是有擁立之功 變成你還不還得到 你是還不到那些人情 林鄭月娥就是 她這個人就是 很明白的 民意那些她都不理的 說真的 林鄭月娥聽不聽民意 她是不理的 她一會兒的事情就做下去 就是投入工作 所以那些人這麼討厭她就是這樣 因為民意 她不是完全不理 她有些事情就會做回 去安撫一下市民 但是 她的方向不會變 這個是意志很剛強的人 你看到她 連李嘉誠也不避免 手仔也不肯 你看到她 她是 不會跟商界有任何瓜葛 很明顯擺明 這是一個訊息 那一刻的畫面就是 不會跟你交接 她就是拿正來做 她就是什麼都拿正來做 總之 規矩是怎樣 她是拿正來做 她不會做一些特別益人的事情 實際的情況就是這樣 有個叫張先生在不斷搞 這樣就比較難搞 不要緊 我看著 如果你說張顯行政主導 問題就是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勢力 你看得到 他們在吹什麼 你自己留意一下 你就會知道 其實就是 如果你好像空威師那樣說 現在一定要一個特首 要張顯行政主導 但是 究竟用什麼人 是最張顯行政主導 我的看法 只是很粗淺 就是 當有這麼多人 同時抹黑 國家都可以力排眾議 去找一個真正會執行 國家要去做的事的特首出來 那就沒事了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Stephanie Wong說 看看身邊那些 牛鬼蛇臣 就知道 哪個好人有限 你看看 低智深那些 現在有些貌友就找回 低智深那些黑歷史出來 其實 其實這樣說 這個人壞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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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 是很自私自利的 這個說 張國榮親自口迅 我們也要 可能有些貌友都看過 視頻 很足夠的 但有些貌友可能未聽過 我們也要說一下 有些事情 看看他們的動態 你就可以知道 那些人究竟是在玩什麼 現在 有一群人 有個地下司令 就聚了一群 互憑狗黨 沒錯 互憑狗黨 其實 就是這樣說 你認為他會不會 拿正中央的指示 去搞一堆互憑狗黨 我自己就覺得 中央是不會這麼指示 因為 你自己看回 之前我們說 幫向中國組的事情 你看一下 那些互憑狗黨 是什麼 空偉師就說 夢紅大師 不是有勇立之功嗎 結果又怎樣 反面不認人 不是 是啊 你要上個位 其實 這個不是勇立之功 他沒有勇立之功 他沒有勇立之功 他以為自己有勇立 他自己以為有勇立 其實 你看看穿香港的制度 你就知道 沒有人是有可能 有真正的勇立之功 因為投票那幾個 就是那些選委 到最後投票就是選委 那些決定權 在那些選委那裡 其實是 誰做特首 那些決定權 在那些選委那裡 那選委 究竟要不要聽 一些人的建議呢 那 即是我的看法 只要看穿這套制度的人 你就會知道 當有些情況 要他們按鍵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按鍵 這個就是那個事實 那